聖歌團是治療教會的上層人員 他們主張通過召喚儀式和古神進行交流 他們的成員在蘇美佬迷宮發掘了醫知的大金杯 並通過了召喚儀式,成功地召喚了宇宙之女伊碧塔斯 通過和伊碧塔斯的接觸,聖歌團的成員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智慧 聖歌團團所說 聖歌團團團工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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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挖掘蘇美魯遺跡期間發現了一個聖杯 其實他們發掘了一堆聖杯 有羅倫城的金杯 什麼伊芝大金杯 其中他們發掘的伊芝大金杯 進行了一場聖杯儀式 我這裡要換個烈人火把 因為這裡太暗 其實聖歌團這個地方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這裡會有一隻狗彈出來 好 隊爆他 隊!隊! 你看他的背景音樂就知道這聖歌團很恐怖 總之他們利用了伊芝大金杯 進行了聖杯的召喚儀式 這個感覺是不是好像 Fate Fate Stay Night和Fate Zero 就好像一個聖杯戰爭 這裡會有四郎在上面 如果你 心水清 這裡也是聖歌團最麻煩的地方 好 下來吧 好 上來吧 上來吧 OK 上來 嘩 走得這麼快 我來啊 我來 我來 撐吧 等一下 應該怎麼搞 OK 嘩 像馬金力 喂 爬上頂啊 大佬 好 看完看完 丁 咬 再來吧 這四郎這個位置很麻煩 所以看大躍門都是屈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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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 死了 OK 完成了 先開火把 畫面上太厚了 他們通過聖杯儀式 最終召喚了 現在是古神 宇宙之女 也是聖之良 伊碧塔斯 白痴 好 回來了 看 血脂迴響死了 剛才那隻狗去了哪 出來給我血脂迴響 在這裡 OK 報仇箭 好 吃屎仔 玩得這麼開心 不逼我出大劍模也不行 剛才說到哪 總之他們透過和伊碧塔斯的接觸 他們獲得了很多智慧 喂 看完 看完 天鎖斬完了 吃屎 樓梯我待會再上 因為旁邊還有些地方沒有走 他們就通過研究伊碧塔斯 或者跟他們交流 得到了很多非比尋常的智慧 從而就開始著手 研究 用自己的方法去創造古神出來 這就是聖歌團的最終目的 宇宙 宇宙守護者 的什麼 的眼睛徽章 宇宙眼睛守護者徽章 這裡也有說 聖歌團 就是治癒教會的青鷹 眼睛代表真實的宇宙 聖歌團非常偶然 而且意外地有所頓悟 其實他沒有說什麼 他主要 由我把口說的好一點 總之就 他們就研究很多東西 到最後呢 他們 走法惡魔了 又是跟曼希斯 阿 阿 巴爾金浴斯一樣 他們開始 有做一些非人道的研究 那到底他們 做了什麼非人道的研究呢 他們 做了一些人造的生物 就是一些 外星人 那個樣子真的很像外星人 好 那這裡也挺危險 要小心點 好 我先把這隻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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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外星人 其實是一個很恐怖的故事 一會兒 你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外星人 就是今集的BOSS 神聖使者 那 神聖使者 你會發現是出奇地易打的 那 但是 他們有原因為什麼這麼容易打 因為他們是 一班 呃 孤兒 那 待會我就會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還沒拿過孤兒院的藥士 嘩 好玩 好了 孤兒院藥士 好了 孤兒院藥士 然後我們看看 孤兒院的藥士說什麼 進入身為聖哥之團家的孤兒院藥士 由大教堂保護的孤兒院 是充滿學術成就 和實驗的地方 幼稀的孤兒在這裡成長 成為治癒教會令人信服的未見思想家 那 大家都 我相信大家 看完這個孤兒院的藥士 都猜到大概是怎樣 就是 這班聖哥團的人 得到了智慧之後 就開始在孤兒院裡面 向一些小蚊子落手 就把那些 例如宇宙之類的血 注入去 這班小蚊子身上 來改造 一些人類 從而去 嘗試 成為 新的 古神 就是 由小蚊子去 產生一些新的古神 這就是 他們的可恥之處 所以 是很不人道的 這個故事 大概其實聖哥團的故事 就是這樣的 那我們這裡 開門 我們都很快地 打BOSS 利用孤兒院的藥士開門 這個 也是 教會的悲慘故事 我替小蚊子很慘 開門 這個是short cut 我們就可以 上去打BOSS BOSS 其實很容易打 因為 始終他有一些 失敗作 他名字叫神聖師 這些就是 被改造的孤兒 你看他們其實一刀一隻 很容易打 但是 你忍不忍心 下不下得下手 這個就是個問題 好 我們正式來到 明花花園 相傳 這個花園 就是當初 孤兒院的時候 被小蚊子玩 現在 已經改造成為一個 你們作出解脫 孤兒院的小蚊子們 那隻是真身 OK 那我們先清掉 清掉些什麼 其中一隻就是真身 就是這隻 你要看他古古怪怪的 OK 好 好 來了 喂 好啊你 太嚴重了 他變身了 行 行 好 換刀 其實很容易打 這隻 嘩 什麼事啊 先彈一彈 嘩 我初體驗都一下子 搞定 先換大刀模式 太多怪 OK 好 一刀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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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再見 以屠殺獵脈 你忍不忍心 OK 神聖使者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我們正式攻略 這個 傳說中 那種 那種 一數一數二難打的 BOSS 我希望可以 八萬幾靈魂 我要回去 升一升 我發現 原來自己的血量很低 基本上我現在這個血量打的BOSS 他衝過來 我可能被他秒殺 那我發回獵人夢境 好 八萬靈魂 來來來來來 那呢 宇宙之類其實有很多打法的 那 看你怎麼看 看看先 25活力 好就這樣 先 我剛才好像用錯符文 我是應該 看先 938生命值 我不是用 我應該要用順時針符文 搞錯了 等一下 對 逆時針變形是錯的 要用的是順時針變形 逆時針變形是加體力的 呃 傷害減免 看看先 應該就OK了 現在你看到血量已經突破天際 我想應該沒問題 那 呃 看看先 放這東西其實只需要是 準備好這個 呃 刀斧手手套 還有呢 汽油彈 好 來了 買一買倉 我怕我不夠臭 好 買多一顆汽油彈 那就應該可以了 好 我們出發 好 這裡 好 明花花園 好了 回到明花花園了 這裡有個玻璃打爆它 然後呢 這個地方你如果有印象的話 其實下面就是打主教阿梅尼亞的地方 那現在我們就在這個主教位的上層 然後呢 這個就是傳說中最強的秘法 遠方的召喚 但是它是要四十的 叫做 四十的秘法才可以出的 所以我現在暫時出不了 可以介紹那個故事給大家聽 就是聖歌團的秘密儀式之一 他們呢 用幻象而達到高層的黑暗 但無法跟宇宙之外部 就取得聯絡 儀式沒有達成無敵 但是就做出一個小型的聲爆 也都是形成了這個武器 就是遠方的召喚 好 那我吃一吃藥 吃十九 十九血平應該OK的 好 這裡有兩隻怪 先揉爆 好 那為什麼我要用火焰壺呢 因為 待會你就知道 真的好 我覺得 攻略這個BOSS用火焰壺是 挺實用的 OK 好 這裡的怪先清大了 你看到前面也是BOSS 宇宙之類的伊壁塔斯 這裡我也要換一換一套裝備 因為我要換一些物理防禦比較高的裝備 因為 這隻 宇宙之類的伊壁塔斯 衝刺攻擊和扮下來的頭鎚 如果你血量低一點 他都基本上是瞄你 所以 如果你撐到他一下的話 都會比較難打 那我們這裡 請他先 起來 去吧 就去吧 就去吧 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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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沒有卡位 大哥 走 800 你看看扣多少 我走 隔著先 來吧 走 你看看 他全身判定,這隻真的覺得很難避 不知道為什麼我避來避去都避不到 好,走 好,來吧,走 口罪 咦,不是的 好,走 嘩,白癡 先聰明一下 好,哎,滑了 好,來吧,滑 好,來,來,走 好,來,來,來 口罪 OK,剪你的頭 喂,剪了要逐鬚 我走,滑 喂 按了滑,超白癡 這個判定真的很有問題 真的,判定範圍太大 走 來,來,來 好,滑 好,剪你的頭 聰明,喂 喂,教位 我走 很用力 男生 嘛 行 猜 network 牌 太棒了 差不多了 刀斧手帽 刀斧手帽 走啊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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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斧手帽 關他來了 刀一下 刀一下 刀斧手帽 畫面很亂 刀斧手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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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衝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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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再見 三連擊 全部關掉 好 糟糕 退 死了 為甚麼 我刀斧手追蹤殺了他 其實呢 我這樣也是道具流 副手武器 原來我第一次 打贏的 你看看有獎盃 為甚麼會有獎盃 以前的save洗了 好 好了 你會見到他跌的 就是傳說中的 伊之大金杯 也是聖歌團的 召喚聖杯儀式 出來的聖杯 好了 我們會見到 這個絕望祭壇 你會見到 有隻 愚笨蜘蛛羅姆 那些 類似的蜘蛛 為甚麼我之前不說 他有時間回數的能力 你自己看 我們檢視 可以提供血肉給祭壇 血肉就是 當初我們在 該隱蜘蛛特成 拿到的 女王血肉 然後他說 屬於 這個肉塊的時間 開始回數 為甚麼 為甚麼我之前說 愚笨蜘蛛羅姆 有時間回數的能力 就是 由這隻蜘蛛去推斷 我們現在回到 該隱蜘蛛特成 看看 我們的女王 復活了 我們立即出發 好 我們來到 荒廢的 居恩塔斯特成堡 你會見到 這個女王 也重新走出來 我們跟他爹兩句 看看他有沒有甚麼說 我最親的眷屬 我等血液的承載者 歡迎你的到來 你有甚麼所求我 嘩 搞鬼錯 我復活了你 你不多謝我 愚昧至極 我不跪下 他就 不得了 我復活了你 你這樣對我 辛辛苦苦 打贏宇宙之旅 都是為了你 你這樣對我 好 算了 我們回去獵人夢境 總結了 好 好 那三眼幾靈魂 都 再升一升 其實現在血量應該都夠了 所以呢 就升多些秘法 好 剛剛都玩了很多血瓶 呃 這裡我就 看看 順時針變形 我就不用了 我把它轉回 做其他東西 看看 因為接下來就要玩 這個狂暴抗性 還有所有隊形的抗性 好了 那現在我一集 換一套好一點的裝備 好了 那我都是 最終忍不住 我都是換回 騎士全套 因為騎士全套實在太 帥仔了 還有他的狂暴抗性都挺高 那我們接下來那一集 是很需要狂暴抗性 好了 那今集 雖然有點短 但是 也是 精彩的 好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